腫得比我狠的小蝶豪 我們看到他就說 你是誰啊 我就隨便跟他說 你有點確定你是假的 也是偷該 或你請教自己疊到 就疊到 然後 腫得比我狠的小蝶豪 我哪有 沒有沒有沒有太誇張太誇張 就是有腫起來 沒有啊就擦傷 所以我們很感謝這一切 對雖然都有點漸虹 但是大家都還漸漸虹看 對 希望說 這個系列你這麼用心 就可以像萬里 流的血一樣 哈哈哈哈 擦傷是指要化妝乾 對 他那個可不是一蘭擦傷 你自己形容一下 我們看到他就說 你是誰啊 哈哈哈哈 所以看怎麼變綜藝開 哈哈哈哈 不是那真的很 那真的很嚴重 那沒辦法拍 剛好在這一塊 就是顴骨的地方 所以他們都會覺得 好像特別重 這樣子 但因為第一天 我是前一天晚上受傷 那第二天我有 就是紅白的戲 整個外景 那我就怕耽誤大家時間 就硬去拍 然後 就買人工皮貼啊 然後貼了 貼了又絲貼了又絲 因為他會一直留那個主持衣 就沒有辦法貼 那我就想說不行 那我一定要拍 那我就乾脆不要貼 就直接上妝 所以其實傷可能 反而沒有那麼嚴重 但因為我這樣子 過度的那個時候 一直的反覆 就反而上不了妝了 然後就硬拍了兩場戲 那第二場導演還很貼心的說 那你戴個墨鏡好了 他就看不下去了 然後就只能拍兩場 就還是耽誤了大家這樣子 然後他就怎麼都想說 好吧那還是讓你好好休息 對 那個時候沒有怕就是 臉上的傷 流發還什麼 不會 因為我講說現在 反正化妝技術這麼好 然後醫美這麼盛行 對呀 所以我其實沒有太擔心 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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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傷口的臉 但一定要休息 因為他要負責 對 然後我就說 欸那我如果要拍戲 有上妝的了解 因為去的時候是素顏 然後他也不知道你幹嘛 他說你為什麼一定要化妝 然後我有工作需求 工作你做什麼工作 你說那個 他幫你 他幫你好的地方 你是誰嗎 因為 戴眼啊 然後又戴口罩 因為 看診也是口罩不會打下來 對然後他講的時候 旁邊的護士才 我們就開始擦擦擦 然後才知道說是演員這樣子 因為他的名字跟他的本 是不一樣 對 那後來他就說 喔這個真的不能上妝 一定要貼好 我說那我不能貼個人工皮 再上妝 他說喔如果你要貼個人工皮 你就不要來這裡看 對 好笑 秀頭路線的 對 但是真的很有趣 你大概換了幾次 其實我才去了兩天 我就要開始拍了嘛 因為我前就是第一天沒有用 然後第二天第三天這樣 我就已經覺得他 他開始有在復原的狀態 對 所以 公司又讓我多修了一天 他就復原的更完整 然後前一天拍的時候 可能還有凹陷這樣子 因為他那個皮掉了 然後 第一天拍有凹陷 第二天去的時候 還有他就膨回來了 所以其實還蠻過來的 其實 過一天過一天就差不多 沒有 但是我就 一定要拍 我就還是得 但回家就趕快清 然後用那個食鹽水消 對 然後跟他買藥包 因為我沒辦法每天去換藥 就自己擦 所以蝦姐就是還沒有全略的狀態 他其實 我覺得他裡面應該是好的 就是表皮 就是會粉紅色的 心長出來的那個 對 但不是真的會刺痛那種 都沒有 就是看起來有紅紅的這樣 那我現在都蓋起來了 到時候播出的時候 到時候播出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 哪些是鋪乾淺 哪些是鋪乾淺 那我看不看得出來 真的 像我我也很好奇 誰想他的臉是怎樣 那導演有特別比 但我一定要正側臉 才看不到那個 所以也不能拍開照 怎麼比都不可能 那你當家暴 所以 我就隨便跟他說 確定你是家 我沒有啦 不會啦 他老公我也很熟啦 家暴也不會告訴我 不是如果家暴 不會只有這樣好不好 不會啦 家暴不會那麼笨的弄在臉上 所以我們還要賺錢 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又欣 哈囉大家好 我是何依佩 三粒嚴選 最好算 三粒嚴選 最划算 記得來看我雙十一 一定要鎖定三粒嚴選